各位好,每周短评的时间 今天和大家讲一下活化工下 会为工下带来什么好处呢? 最近和新疆合作 我们会为活化工下的业主提供一条龙的服务 所谓一条龙的服务就是由申请活化批准 直到工程的进行以及在工程的监察 过后向政府申请完成整个服务 是一组顾问团队去完成的 这个顾问团队的组成就是说 我们有感于政府在去年的四月 推出了活化工下的政策 就是说给那些如果在指定区域里面 如果是百分百的工下的业主是同意的话 是去申请将工业改成商业 而在改成商业的过程里面 是会是豁免了所需要交的豁免费用的 这是一个优惠政策 到目前为止 是总共有39宗申请 而是有11宗获得批准的 目前为止 这些申请主要都是一些单一业主的工下 而是比较多是一些酒店的项目 而造成的商业的项目都是有的 我们发觉工下的业主遇到什么困难 有两大类 第一类就是说 在组合100%的业权方面 是未必能够容易成功 而第二方面 是牵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 例如装消防设施 可能需要装很大的水光 在哪个位置安装呢 另外就是消防走道等等技术上的问题 这亦牵涉一些工程造价估算 以及工程上是否可行的研究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申请活化过程 会出现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时间 世纪二一 我们是联同新昌 是组成的团队 希望在配合活化政策方面 提供一个强而有力的服务 我们开始提到活化工下有什么好处 其实好处很多 当然显而易见的 就是在租金收入方面 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在观塘有一个叫做鸾桥广场 在一个42年楼的旧工下 他通过改装变身之后 就由以前租开五六元租 都不是很多人去留意的 到现在租到九元以上 而且都租出了很多层 租金回报上 在这个个案上 是百分之五十以上 而租金回报高 在售价 价值方面 亦都是变身 亦都是有一个很大的进幅 在这个活化过程里面 亦都可以适当地引入了很多环保的设施 例如一些节能的设施 例如在一个天台平台的花园 在绿化方面 令大厦的温度降低 是有助减低能量的消耗 而其他方面 例如省电打 例如在冷气机的时候 用水冷的冷却系统等等 这些都是环保的措施 而最大的环保当然 你活化工下 是不需要将整栋工下拆射的 这个对制造建筑废料方面 这个的确是大大减低了 所以来计 这个亦都是配合政府的环保政策 一方面 自己的商下 变成了新的商下之后 是有租金增值 令到资产增值 而亦都配合政策 所以我们 世纪日一也借这个机会 提提提工下的业主 要留意一下 利用我们加强服务的机会 审实认真地研究一下 为你自己攻下增值 多谢各位